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有这样一句话 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 敬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是啊 我们和一个人一开始的认识 是从颜值开始的 也就是说 一开始别人看到你的时候 都是先看到你的颜值 然后根据你的颜值 选择要不要和你深入的认识 当一个人觉得你的颜值不错 你的颜值很扬眼 或者是看起来很舒服的时候 自然是愿意和你相处的 自然是愿意和你在一起的 但若是你的颜值不够好 那么有很多人是排斥和你在一起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外表看起来阴沉可怕的人 看起来很厉害 很难缠的人 你愿意和这样的人相处吗 你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吗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会的 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没有安全感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很不舒服 我们是害怕的 害怕对方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 而我们是拒绝和这样的人相处的 有句话说 心有所想 行有所下 心下是一个人最直接的头样 也就是一个人心中想的是什么 外表就是什么样的 所以说 我劝你在四十岁以后和好看的人相处 毕竟那些善良的人 乐观的人 对人好的人 外表不会长得穷凶极恶 而那些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人 也一定不会长得温柔可人 长相透露着心境 曾看过这样的一句话 四十岁之前 你的长相是父母给的 而四十岁之后 你的脸是自己修来的 说的其实就是四十岁之前 我们的长相好 和我们天生的长相是有关系的 这时候我们经历的还不算多 而岁月也不会在我们脸上 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若是四十岁以后 我们经历的多了 感受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行为都定型了 此时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为就会影响我们的长相 这也是有人说 一个面相看起来温和的人 一定不会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而四十岁以后 一个人若是看起来是温和的 是和蔼的 那么这样的人 必然是心很好的人 这样的人你可以去交往 但若是一个人看起来很不和蔼 很冷淡 或者是很阴沉 看起来很凶 不像是好人 这样的人就不要交往了 毕竟和这样的人交往 风险太大了 其实人就是这样 你心中是怎么想的 四十岁以后会出现在脸上 你是如何对待人生的 你是如何对待生活的 四十岁以后 看你的脸就知道了 毕竟一个人的长相 透露着一个人的心境 而那些好看的人 必然是下面的这三种人 乐观的人自然好看 佛经里常讲 相由心生 静由心转 这其实就是真正的心象 而这样的心象 来自我们的内心 面对一个乐观的人 我们会看到 他们的脸上 也是笑脸盈盈的 在任何时候 都是一副很和蔼的感觉 但若是面对很消极的人 只一眼就明白 他们的脸上 必然是颓废了 必然是阴沉的 想起鲁迅笔下 有一个经典人物 杨二嫂 杨二嫂年轻时 美艳动人 每天擦着白粉卖豆腐 人称豆腐西施 可惜后来 在生活的压迫下 他变得 自私贪婪视力 脸下也迅速衰老下来 成了秃颓骨 脖嘴唇的 细脚伶丁的圆规 其实 人的相貌 并非一朝而就 都是点滴沉淀所致 眉目柔顺的人 大多乐善好施 眉宇间 尽显宽容和善 而眉头青醋的人 大多心胸狭窄 一脸凶相 展露无遗 读到人生是一场修行 实际上 修什么 都不如修一张 不被欺武 也不打算 欺武别人的脸 而这脸 是一张 哀笑的脸 是不轻易 愁眉苦脸的脸 所以说 当一个人 过了四十岁之后 很好看 看起来 总会笑脸盈盈 对谁都喜欢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人 一定很乐观 乐观面对生活 乐观面对他人 乐观面对自己 和这样的人相处 你只会被影响 心态也会更好 善良的人自然好看 清朝藏书家温如世 少年时期就朱几迭出 他想着 只要自己勤奋苦干 就一定前途无量 一天在路上 教育一个相师 相师仔细打量他一番 摇头叹气 大人这一生 最多做到四品观 温如世深感失望 不料 此时家乡发生洪涝灾害 农田被淹 百姓流离失所 他就挨家挨户 游说 倡议当地的富豪们捐款 重建家园 日后又遇此相师 相师见了他大惊失色 忙着作一行礼 感叹道 大人一定中了许多福德 不然面相和骨骼 怎么改变许多呢 大人以后 至少能升到二品观 说来也巧 温如是一生 积善行德 职位也升得越来越快 最后还做了 嘉庆皇帝的老师 由此可见 当四十岁以后 一个人 还依然善良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人很好看 他们的脸上 总是很温柔 总是很和蔼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觉得 很温馨 很温暖 很安心 因为这样的人 很善良 他们对谁都很好 谁都很在乎 而这样的人 总是舍不得 伤害一个人 舍不得伤害一种动物 这样的人 不管说话 或者是做事 都透露着一种温和 我们和这样的人 在一起 也会被影响 成为一个 很善良的人 大度的人 自然好看 不知道 你有没有观察过 那些小气的人 一般过了四十岁以后 就会变得尖嘴猴塞 而那些大度的人 四十岁以后 依然很温和 很和蔼 让人看起来 很温柔 面对这样的人 我们会发现 自己很舒服 我们和这样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压力 重要的是 我们也会被 他们的好心态 所感染 会被他们的 好心态 所影响 成为一个 大度的人 不会斤斤计较 不会纠缠不休 这样的人 从脸上看一眼 就能看到格局 总结 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反而看起来 比年轻时还漂亮 与其交往 也往往会感觉 如沐春风 有些人 在年轻时 极其漂亮 可是 随着岁月的消失 却变得几乎 面目全非 虽然 谁都绕不过 岁月那道坎 但是 不同的人 给人的感觉 也是千差万别的 四十岁以后 长相看起来 越让人舒服的人 必定怀着一颗 善意的心 面貌 越带胸向 和刻薄的人 多半也是 品性尖刻 自私自利的原因 一个人的内心 惊年累月 最终是会 真实地 反映到外貌之上的 心恶 则貌丑 心善 则貌美 是美是丑 皆是灵魂真实的反应 而年岁越深 表现得越明显 而你若想拥有一位 坦然一代的朋友 请一定要看中 他的容貌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